大家好,我是娟娟姐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比较大的玩偶 它的造型是一个龙猫的样子 大家来看一下 虽然这个玩偶体型比较大 但是勾边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新手姐妹也是能够很快地勾好的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勾一下这款龙猫 我们来起针 首先我们勾的是身体的部分 把线绕手指一圈 拿下来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捏住这个地方 然后勾针穿进来 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呢 再用勾针 把这根线缠绕住 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辫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呢 我们在圆里面穿针 勾出六个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 把两个线圈 并针并在一起 勾住线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这是第一个短针 把第一个针眼做好标记 针眼是一个V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我们继续勾短针 穿针 勾针压住线拉过来 然后并针 这是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短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for x来表示的 第一圈勾六个短针 就是6x 大家看一下 第一圈就勾好了 六个短针 对应六个针眼 然后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那么我们用的是螺旋勾的一个针法 所以每一圈勾好之后呢 不用进行引发连接 我们直接开始勾第二圈就可以了 第二圈呢 我们需要勾六个加针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第一个这颜的里面穿针 勾出第一个加针 把这个标记拿下来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 这是短针针眼的部分 线尾横在一侧 先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呢 还从刚才做标记的 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接下来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上一针 然后呢 再勾上一针 第二个加针就勾好了 就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剩下的四个针眼里面 都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都勾上两针 一个加针等于两个短针 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由第一圈的六个短针 变为十二个短针 对应十二个针眼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短针加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4V来表示 第二圈就是勾6V 大家看一下 第二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是按照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 我们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总共是勾六次 我们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一针 然后第四针里面 勾上两针 也就是勾上一个V 大家看一下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一整圈总共是勾六次 第三次 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 那么我们这个第三圈完成之后呢 就会由第二圈的十二个短针 变为十八个短针 对应十八个针眼 每一圈都是加了六针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隔一针加一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 我们就是按照 隔开两针加一针 但是呢 我们为了把这个 加针的位置交错开 最开始呢 我们先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最后呢 我们再补上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我们来勾一下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单独的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一个V 勾上两个短针 最开始 我们先勾上一个短针 勾一个加针 中间部分呢 按照隔开两针 加一针的方法 重复勾五次 大家看一下 先勾上两个短针 然后勾上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我们需要勾上五次 我们来勾一下 隔开两针 然后加上一针 这是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第四次 隔开两针 然后加上一针 然后第五次 隔开两针 加上一针 那么勾好这五次之后呢 正好还剩下一个针眼 我们再把这个针眼呢 勾上一个短针 那么这个短针 加上最开始的一个短针 总共也是两个短针 所以这一整圈 总体来说呢 就是按照 隔开两针 加一次针的 最先开始呢 我们先勾上一个短针 勾上一个加针 是为了把这个加针的位置交错开 最后呢 再补上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第四圈 正式完成 变成了24针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第五圈我们就是按照 隔开三针 加一次针的方法 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针里面 勾上一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里面 勾上一针 然后第三针里面 勾上一针 这就是隔开三针 然后呢 加上一针 我们就按照隔开三针 加一针的方法 重复地勾六次就可以了 我们勾第二次 先隔开三针 再三针呢 占据三个针牙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这是第二次 按这个方法呢 把后面四次全部勾好 那么第五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成 三十个短针 对应三十个针牙 那么姐妹们要一边勾 一边写着 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这样的话呢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着图解 独四勾边一小部分 我们这个身体部分的加针呢 需要加很长的一段时间 隔开三针 加一次针 最后一针呢 肯定是一个加针 肯定是一个V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五圈 就正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六圈 第六圈总体来说呢 是隔开四针 加上一针 但是呢 我们为了把这个加针的位置交错开 所以呢 所以开始呢 我们是先隔开两针 加上一针 中间部分呢 是隔开四针 加上一针 最后呢 再勾上两个短针 凑在一起呢 也是四个短针 第一针勾起来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勾起来 然后第三针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好 勾好之后 中间部分呢 就是隔开四针 加上一个短针 先勾好四针 隔开四针 然后呢 勾上一个加针 勾上一个V 第一次就勾好了 按这个方法呢 中间部分需要勾五次 隔开四针 这四针呢 占据四个针眼 然后勾上一个加针 这是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一个加针 一个加针 第四次 一个加针 然后第五次 如果你没有勾错的话呢 我们的针眼 个数正好是对应的 好了 中间五次勾好之后 大家看一下 最后呢 肯定还会剩下 两个单独的短针 把这两个短针呢 对应勾起来 加上前面两针呢 总共也是四针 这一整圈就是按照 隔开四针 加一针的方法来勾的 好了 那么我们的第六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姐妹们 就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七圈 到第四十二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加针规律非常明显的 我把图解来到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加针呢 给它加到了第二十七圈 那么二十七圈勾好之后 后面的第二十八圈 到第四十二圈 这一部分就是 不加针不减针 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的方法 一直往上勾就可以了 那么勾到第四十二圈之后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十三圈 我们需要进行减针了 那么第四十三圈呢 我们是按照隔开十三针 减一针的方法 重复勾六次 我们来勾一下 第一针勾好之后 还是做好标记 先勾好十三个短针 占据十三个针眼 好 勾好这十三个短针之后呢 我们勾上一个减针 大家看一下减针的方法 首先我们挑起 第十四针的前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然后呢 再挑起第十五针的前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勾针 勾住线 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减针 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继续往下面勾 隔开十三针 减掉一针 短针减针呢 我们是用字母符号A来表示的 以后呢 看到字母符号A 就这样来勾就可以了 我们再隔开十三针 再看一下减针 这一整圈勾好之后呢 会减掉六针 大家看一下 隔开了十三针 我们勾上一个减针 首先挑起一个前半针 然后呢 再挑起一个前半针 然后勾针 勾住线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并针 这就是一个减针 好 接下来捷运们跟着我呢 按这个方法 把这个第四十三圈 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十三圈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捷运们 就看图结部分 把后面的第四十四圈 到第六十圈 全部勾好 这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短针 和短针减针的过程 我把图结到的屏幕上面 带一个人图结来勾一下 然后再来捷运一下 再来捷运一下 感谢观看